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逐个的讲初级的防御方式 首先是一个极端的退缩 那么这个极端退缩的话 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会看到 就是有的来访者的话 比如说他有成瘾行为 像我前面有提到就是一个女孩子的话 她总是晚上睡觉 不 晚上去打游戏 白天睡觉 那么其实我们会知道 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一个游戏状态 或者是不管是网络成瘾等等的 其实她是处在另外一个意识状态下的 非现实的意识状态 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个例子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她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 就是经常成瘾的人 她是在现实当中她很失忆 所以呢 她要在网络的情况 或者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她感觉到自己就是 比如说她打游戏 她可以有战胜感 可以有一些成就感等等 但是她无法面对现实的这类种种的挑战 这是一个极端退缩的状况 当然睡眠的时候 一个人的意识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幻想 就是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幻想 但是呢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 她成天处在一个白日梦的一个状态底下 那么其实呢 这也是一种极端退缩的情况 还有呢 比如说我有一个来访者 这个就是我们讲意识的状态的改变 那么有些就是行为的话 我有一个来访者的话 就是当她状态很不好的时候 她会切断跟外界所有的联系 然后呢 她只是待在就是她自己住的地方 而且就是她在国外留学 她不跟外界有任何的联系 其实呢 就是这也是一种很非常非常退缩的一个状态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退缩的状态里面 她会感觉到就是安全 我们讲在是 因为她在外界体验到失败 而在这个地方的话 她至少能够就是还保持 当然在这个退缩里 她也有一个幻想 然后呢 就说她会把很多的痛苦啊 什么是归咎到是外界的 然后在这个 这个她自己的世界里 她可以就是跟外界切断了一切联系 她就只在自己的世界里呢 就不会有一个外界的一个参照物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极端退缩的一个情况 还有第二种呢 就是否认 其实前面我已经讲到了 就是很多关于否认的防御机制啊 那么我不知道就是 大家有没有看一个电视连续剧叫东宫 里面有一个叫李成尹的人 其实呢就是在 不管是在电视还是在小说的描述当中 其实她是一个非常的就是 应该说她是一个雄才大虐的帝王 但是呢她在感情方面 我在这里要特别拿她做例子呢 就是说其实有些人她在某些方面 她会非常的发展的非常的好 但是呢在另外的一些方面呢 就是比如说她在情感方面 其实她的发展是很 就是是很是比较萎缩的 所以呢就是她是无法 无法接受就说她的那个爱人 曲晓风已经死了 她一直否认这一点 她一直觉得说她还活着 她不敢去面对这一点 所以呢就是我们要 我要在这里特别拿她做例子 比如说如果有的人 她全面的是整个整个的发育 所有的发育都是滞后的 那么她会有这个比较 用这种很否认的 原始的防御方式 但是有些人她可能在一些方面就 发展的非常非常好 但是她在情感方面 她发展就是并不好 就是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其实如果有看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她的情感 比如说她利用曲晓风 去把曲晓风的全族都给灭了 就是正常人都会知道 其实曲晓风是不可能跟她在一起的 但是她却不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就是说我们知道 就是在那黑暗的情感世界里 曲晓风是一道光 而每一个就是在黑暗中的人 当有被光照进来的时候 她都会竭尽全力的要去抓取这一道光的 所以她只考虑自己的需求 她没有办法去考虑别人的需求 对吧 所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是个人都会知道就是 她不可能跟她在一起 她太痛苦了 但是她却觉得她不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她只有能力考虑到自己的需求 只有能力考虑到说我要补偿你 但是她有没有能力去接受 可不可以接受 是个人都接受不了 对不对 因为是她把她引进去的 还有呢就是全能控制 全能控制 就是我们会看到 就是大家有没有去观察婴儿 就是对于一个婴儿来说的话 我们知道就是婴儿 当然就是以前的条件跟现在不一样 但是现在的话 如果有了宝宝 那么妈妈们呢都会就是 比如说至少四个月的产假 或者是会有就是其他的照顾者 对吧 就是有婴儿在家的话 一般是24小时不离人的 那么这时候呢 就说孩子他会感觉到 就是只要我一有需要 别人都会来满足我的 然后他会感觉是自己能够控制住 就是说控制周围的这个环境 而且他跟周围的环境是没有区别的 那么这时候 他早期有这个全能控制感 我们会知道就是 对孩子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一个婴儿的话 就是如果离开照顾者 他是活不了的 就是越是弱小 越是没有能力 他越需要这种全能控制感 那么如果就是 比如说回到我们的来访者 就像我 其实我前面讲的那个例子 就是他的自我跟外界没有区分 然后呢 那个现实感就是没有发展出真正的现实感 比如说他觉得他以后就是我的妻子 其实我们讲就是在英文里面 这个是一个全能感 Omnipotent 就是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就说我想要的我就能得到 就是我想要得到什么我就能得到 这也也是一种全能感 包括就是全能感还有一个就是他觉得他什么都是他最优秀的 什么他都能够做得很好 他是不会失败的 不会错的 就是全能感 但是呢就是我们要回来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一个人有一个有权 就是如果成年人了 他还觉得就这样的一个全能感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背后是多么的虚弱和可悲 因为我们就是到一定年纪 我们都会知道就是有所能有所不能 其实很多我们是做不到的或者有局限性的 但是呢 我就讲一个女孩子的例子啊 或者说一个女性来防着 那么他会觉得就是说 他的一个亲戚 在这个这二十几年的这个造访运动当中 成了亿万富翁 那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呢 他也已经很不错了 他也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他你想想他他才三十几岁 他自己开公司 然后呢他给父母在陆家嘴买了房子 陆家嘴是上海的金融中心啊 然后呢给自己在世纪花园买了房 不世纪公园边上买了房子 世纪公园边上的房子也是十万以上一平方的 其实他已经非常优秀了 对不对 但是呢他会给自己一个 就是说对于他来说 他的表哥就是他的这个亲戚 就是说在这个造访运动中搞了几个亿的 就跟王建宁一样 就是一个小目标 人生的一个小里程碑 但是你要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其实你想想背后是很心酸的 就是对于他来说 就是说他在世纪公园买房子 其实他父母很普通的 他给父母在陆家嘴买房子 他在世纪公园买房子 就被父母称为二等公民 然后呢他父母就是虽然他做生意 他父母跟他借钱是炒股去的 动辄几百万 所以就说无论他怎么努力 在父母的眼里永远是差劲的 永远是失败的 所以他要一方面 他极力的想要去摆脱父母 但是他另一方面 他要用这种全能的幻想 来感觉说其实就是我不是那么差劲的 大家就是 其实我说到这里 我会感觉到那种背后深深的无力感和悲哀 就是他不想生孩子 因此也成为二等公民 那么他不想 当然这有一个发展历程 那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就是说他父母说就是 我们要来帮你带 怎么说的呢 因为我们已经有你这个失败的次品 在这里呢 我们会吸起经验把你的孩子带好 就是 就是你想对一个女儿听到父母 就是吞到父母这样说 就是我无论怎么努力 我都是个失败者 所以呢 他就要发展这样的防御方式 去我们讲就是这个 就是说去 这是很痛苦的 对吧 而且就非常伤自尊的 就无论他怎么 其实这已经非常优秀了 就是至少高于平均值了 对吧 就是在经济方面 各方面 很多方面吧 从一般的社会经济方面 但是在他父母眼里 他就是个失败的次品 所以他也要发展这个全能感 觉得说 我什么都可以做到 而且他就是相信他可以做到 那么极端的理想化和贬低 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对吧 就是两次 第一次他就可以睡好 然后觉得这个医生很好 完了以后 说了那么一句话 你就是个狗屎 你就不行 你就是个狗屎 那我在这里想要提醒注意的事情 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来访者 如果一开始能够持续进行的话 多少带有一些理想化的疫情的 其实即便是神经正性的来访者 一开始的话 就是能进行好 就这个理想化的疫情 我们讲就是说 是多和少程度的区别 那么对于这种比较原始的一个理想化的话 有可能 就是说 当然我的前提条件是 就是说 我们稍微成熟 就是人格结构成熟一点的人 会觉得 好像我被说的太好了 我被感觉的太好了 我跟他在一起感觉太好了 你这时候你要觉察的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我会发现的是 就是说 就是病人给了什么都吃尽了 大家理解我说的吗 就是在病人眼里 你真的非常好 然后你也觉得自己就是那么的好 没有意识到说 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疫情 这个是会有点危险的 然后呢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 我记得张海英老师的一句话 就是说 理想化是为攻击做准备的 就是因为他看的不是你是他想象中的 你肯定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人 然后他一旦发现了以后 就像他就那么一句话 你马上就变成狗屎了 那越是就是心理结构原始的人 这个就是越是动荡起伏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很需要这个理想化 这个理想化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他最会 他一定会走到贬低的这条路的 或者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有一个来访者 他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得 他临床诊断是强迫症 但是呢就是他其实我们知道 我在这里也要提一下 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学强迫症的话 会认为他是一个神经症性的疾病 但是呢其实临床上有相当一部分的强迫症 他这个强迫 他只是为了就像 就像他的那个精神病性的部分 要散架 要他需要用这些强迫的东西把它框住 他是为了预防这个 或者为了防止这个自体的解体 所以他是一个精神病性的强迫 那么在开始治疗的时候 就是他还把我很理想化 然后呢甚至就说 他跟我说问我一个什么问题 我跟他说我不知道 然后当时他回答我 他说他说哎呀 吴医生你就像一个淡定的老生那么智慧 哦还是那么一个智慧的老生那么淡定 哎呀我心里就懵了 我觉得这两个是怎么联系起来 那就是理想化嘛对吧 但是当他对我不再理想化的时候 我跟他做治疗的时候 他二十几岁了 他觉得他的强迫症都是我搞出来的 那你这时候你不要去跟他辩论啊 他就是需要发泄这个愤怒 然后他的好是自然成长的过程 跟心理治疗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然后他的病是我搞出来的 大家知道吗 就是他要贬低 所以就说有理想化肯定就是有一个贬低的过程 这是很正常的 还有呢就是有的来访者一开始来的时候 可能他你会感觉到他在考验和贬低你 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说你也要注意就是 你不要太快的吃劲 因为如果你太快的吃劲的话 其实他会就是说他会感觉到说你不行 我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他第一次见面 他就说你这个房间来对你这个房间平头润足 说这个房间怎么不好 我们换个房间 其实他是在借着这个房间在攻击贬低你 对不对 那很多就是刚开始学习的或者刚开始上路的咨询师呢 你可能会特别是这些人他挺有一种气势的 然后呢你会你会认同了他 然后想我们去换个房间吧 那其实你就是认可他对你的贬低了 但是这时候如果其实重要的不是房间 重要的是你能够去承受住这个攻击 因为这里面你也会感觉到那种隐含的攻击 然后你跟他说我们就是在这里 然后呢希望就是就比如说就说 当然你可以开始可以不那么快的戳破 你可以认可说也许这个房间的哪些方面不那么的如你的意 但是可能我们暂时需要在这里 然后呢我也尽可能的就是能够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服务出制嘛 对吧但是这时候如果你换房间 你就是跟着行动化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投射的话呢就是 其实投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词 对吧 就是 就是其实是 就不管是说我自己内心没有办法接受的自己 或者我没有办法接受的课题的意向 然后我放在你的身上认为就你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 这里这里所有的初级防御方式的共同特征 我们前面都列了 所以呢 这时候就是他会觉得 比如说你就是一个恶毒的妈妈 当然了你也可能是一个 或者是恶毒的爸爸 或者说有可能对我产生性侵的一个男性 或者或者身体伤害的男性 或者说你是我所渴望的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妈妈 比如说 但是很多时候他的这个疫情 他的这个需求 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不一定能够认识到的 而是在互动当中 比如说有一次就是 我有 就是比如说我跟他的治疗时间是在11点 那么我刚好 比如说我10点59分才去开治疗室的门 那么他已经在外面等了 然后那时候他对我感觉到失望 因为原来就是我 就是在他的想象当中 我应该是更早的时间就在那里 把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 甚至就是包括去想他的情况 然后我的一切身心状态 都是在等候他的 因为以前的话他可能59分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里面了 他没有碰到我59分还在开门 那么其实就是说 他的内心还是在期待着一个 就是理想化的 能够跟他全方位呵护的一个妈妈 对吧 就是或者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妈妈 在那一刻他突然 当然也是因为他有成长了 他突然发现其实你不是 然后他感觉到这个失落 就是当那个幻想破灭的时候 其实失落和有一些悲伤 包括你要放弃这个理想化的课题 都会有一些悲伤的过程 抑郁的过程 哀悼的过程 这是很正常的 对吧 那么内设 其实内设非常好理解了 就是说 我们在形成自己的过程当中 都要经历过一个 我们有三个词 就是内设 内设 内化 然后再认同 对吧 那么就是我们用吃东西来 比喻的话呢 就是内设就相当于 你把东西已经吃进到了 你的胃肠道了 那么内化呢 就是你已经消化成你体内的 蛋白质啊 葡萄糖啊 以及就是这些 就是什么脂肪酸之类的 对吧 这是内化 因为内化的东西 其实就比较难拿掉了 对吧 就是内设的话 其实你还可以 就是洗洗味 但是认同的话 就是这些摄取的东西 它已经化成你的肌肉 你的内脏 那这时候 它已经完全融为成为你的一部分了 你要再去把它拿掉 这个是很伤筋动骨的事情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说 以人格成长为目标的话 的一个心理治疗 其实是很痛苦的 因为很多东西 你已经不知不觉的认同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了 然后你再去改变 再去重新成长自己 相当你要就像我说做手术是摘掉的是你身上的一块东西一样 那它也是摘掉的 或者慢慢的消融掉了一部分你的精神上的东西 那这肯定是痛苦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说在内设的地方的话 就是其实就是很多来访者都会说 当然这一部分 内设只是这一部分的一个基础 就是很多来访者开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他会说就说 我原来非常讨厌妈妈这个样子 但是我越来越发现 我跟他很像 这句话大家不陌生吧 是不是 当然我们在自己身上多少也会发现一些这个东西 所以呢 就是很简单的理解 就是说你一直在这样的一个精神空气里长大 你能不吸收这样的精神空气吗 这是不可能的 你肯定是吃尽了这个精神空气的 然后这个精神空气也就变成了你的一个基石 对不对 你要你要去互动你要去就是成长自己 你肯定也是要有精神养料的 那么这个精神养料就是这样子 那么你吃尽了这个那就成为了你 那所以我还有一点在这里要说的是 就是说 与空虚无没有比起来的话 就算这个东西是不好 它也还是某些确定的东西有的东西 所以你还是在你还没有的时候 或者如果没有这个 你就是空虚空洞空无 那么你还是要有这些东西 尽管它没那么好 是不是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投射性认同 投射性认同的话 我相信很多老师有讲过 然后很多很多人他都已经 他都已经就是看过 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就是说 我想概念我在这里还是说一下 那么其实很重要的是在 其实如果用投射性认同来解释这个治疗的过程的话 其实很重要的 其实就是你接受了投射的东西不认同 而消化了他再回给回给来访者 最后促成来访者的一个转化 那投射性认同就是 其实比如说我 我很不能够接受自己身上的东西 或者是我觉得就是 我不能够接受的就是 就是比如说客体的东西 比如说我觉得我的妈妈是个很可怕的人 或者都是要伤害我的人 那么我这时候我内在不由自主的 我会去把自己采取一个防御性的方式 或者是一个敌对的方式去看你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我可能对你的话就是有一点敌意的 但是如果你接受到了我的这一种敌意的话 其实你也会不爽 对吧 你也会不爽 然后你这时候你就会表现出一种 对我也不是那么友好的方式来 那我接受到了我就更加确认说 哎呀其实你就是一个不那么好的人 对我心怀敌意 或者说你这个人不咋的 这就完成了一个投射性认同的过程 对吧 那这其实呢就说这也是一个很原始的 因为其实他也是就是我预设了你是怎么样的 而且首先他有一个心理等价性 也有一个就是说其实我认为的跟你真实的 其实不能不是完全一致的 是吧 那么他用这种方式呢 就是他也去让对方去 就是这也是他的一个人际连结的过程 对吧 我们在讲人际关系轴的时候 会对投射性认同在进行进一步的 因为投射性认同非常重要 我们会再进一步的进行解释